内政部今天公布了新一批实价登陆的资料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一间位在台北市公馆商圈的一二楼店面 包含了两个车位 成交价格达到了三亿四千八百万元 是这一批揭露资料当中总价最高的店面 公馆商圈一项是以学生族群为主 比较少有路客会出现 没有想到这一次居然会出现指标店面 捷运公馆站四号出口 步行不用一分钟的连锁服饰店 成了本月实价揭露总价新高的黄金店面 这次一个比较特别的案是在公馆里面 一个服饰的店面产品 本身公馆商圈其实它的消费人潮 其实算是相当稳定 公馆商圈除了学生之外 那它还有上班族的一个人潮 所以相对而言确实在市场上面形成一定程度的话题 除了捷运交通优势以外 店面的右前方就是公馆最大的公车转运点 我们推估如果以区域的一个所谓租金行情来算的话 它大概平均投资报酬率应该在2%一下 相较现在台北市几个比较热门商圈 比如说西门丁商圈或者是士林商圈 因为它缺乏所谓观光客和路客的一个加持 所以确实在所谓的一个店面经营上面来说 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尽管投资报酬率不到2% 但市场上的烂头寸依然在积极寻找避风港 而拥有稳定商圈人潮的店面产品 想当然而还是比较吃香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其实市场上目光应该还是寻找一些具备有这种稳定收益 那其实它还有一些发展性 重点发展性的可能有些人潮的话 其实市场上的资金还是会寻找这类型的标的 而市场人士也分析 公管商圈因前几年的店面投资 短时间过热 造成近几年来都没有听闻有亮眼的表现 而这次的交易揭露 也在此让商圈备受瞩目 UDN TV由志文 涂又任 台北报道